当大家把这个卫石器拆完 然后清洗完晾缸之后呢 装上的部分 今天拍视频教一下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部分塑料镜跟硅胶套给装上 然后第一步先把硅胶套给反过来 这样子稍后装的话会比较好装一点 把它整个反过来 OK那反过来之后呢 把它给大小啊 这个是大 上面是大 下面是小 然后套上 套上之后呢 直接可以用两只手 这么一掰 这个 这边就会套上了 然后剩下另外一边 可能稍微要用点力气 然后这么一掰 对了 就这一个塑胶镜跟硅胶套 它就装好了 装好了之后呢 再把这一个锯齿的这一个分量盘 我们叫一个小的分量盘 把它给装上 然后套上硅胶帽子 按紧 那我们整个出量的部分呢 它就装好了 90% OK 最后把它的整一个大的外壳对准 这里有个凸鞋点 这边有个凸鞋点 对准 按上 我们出量部分的这一个整个部分就已经装完了 然后最后对齐一下 这个小三角跟硅胶部分的小三角对齐 最后套上我们的凉仓 它也是有区分的 有一个卡扣位置 那这边卡扣位置也对准 这个样子 然后旋转 同样的 取下来也是旋转 套上去呢 也是旋转 旋转 最后把它给安上我们的底座 听到歌大的壳移生 就是主席部分 以及凉餐部分 它就装好了 然后按上这个隔板 对准两边的一个分隔线 卡扣 把盖子 装上 盖子是没有区分 没有区分前后的 就是这样转行或者是 这样转行 然后最后一步就是把我们的出凉的这个凉盆的底座卡上 然后不收光使用 整一个喂食器就安装好了